这些事以后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水池 西伯来华叫碧士大 池边有五处走廊 在那里躺着许多病人 有瞎眼的瘸腿的和瘫痪的 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很久 你要痊愈吗 先生 水冻的时候 没人会把我放在池子里 自己想去的时候 总是给病人抢先 起来 拿着你的褥子走吧 那个人 必可痊愈了 拿起了褥子走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好在安息日 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就告诉那个得到医治的人 今天是安息日 根据律法 你拿着褥子是不可以的 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 那对你说拿起来走吧的是谁 那个被医治的人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那里人很多 耶稣已经避开了 后来耶稣在圣殿里看见他 你已经痊愈了 不可再犯罪 免得召来更大的祸患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 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 从此犹太人就迫害耶稣 因为他时常在安息日做这些事 从此犹太人就迫害耶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